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现在我们做这个点 那这个点重点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是打这边的对不对 好那你拍这个给我 那这个球如果他发这边 那我们的出球点 对不对 就是我现在这个面积这个范围 两边出去对不对 那如果他肯定是会抓这边或者这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探断他的准备 而来做球对吧 两个位置 第一个位置 就是顺势而为去打那边对吧 那如果他会抓 对吧 你可以被抓了一个 然后呢 这个脚就很重要了 一定要上去 吓他 你越吓他 他就会越往那边走 一下 哎 拐 对吧 就这两个点 我就给你提个要求 不要被他抓到了 好吧 好 两边啊 拐哪边抓哪边 懂意思没有 如果我顺势过去 你就跟球过去 如果拐这边 你就拿这边 双打一定是以风直线为主 特别是你们业余的爱好者 因为大家的球路 大部分都直载直亡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以直线球路为主 打哪里就看直线 好吧 来 开始 哎 很好 这个他在胸里 把这个声音打出来啊 哎 对 对 不错 好 打那边看一下 对 非常好啊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但是刚刚那个什么问题 重心 怎么重心又飘起来了呀 来来来 两边都要会了啊 对走 打了他手上了 角度不够 被他抓到了啊 不要不要抓到 两边都可以啊 看位置 哎哎 不对 发1号球没发好 对 很好 一定要记住啊 很重要 打哪里抓哪里 就双打 我再给你们讲个很重要的概念啊 你可以乱动 什么乱动呢 你打完这边你可以乱动 对吧 因为 你的搭档看你跑这边 他补那边 你跑那边 他可以补这边 对不对 你也可以补动 就打完这边 你看你这边 就是我们所说的抓直线 对吧 但是一定不能回动 懂不懂 就是你从这边 打完这个又回来 又打完这个 又回来 双打 这点很忌讳 你可以乱动 也可以不动 但是绝对不能回动 啊 记住这句话 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希望你们都要记住啊 这个重点啊 可以乱动 可以不动 但是千万不能回动 一定要记住 OK 谢谢大家